杀手架起两米长的大局 瞄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 然后果断扣动了扳机 面包车瞬间就支离破碎 紧接着杀手又开了一枪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面包车彻底化为了废墟 开枪的杀手名叫恶魔 是一名退役的特种兵王 也是全球最顶级的狙击手 专门为墨西哥最大的毒枭杀人越火 迄今为止狙杀战绩342-0 缉毒特遣部队为了对付他 只能请求美国军方的帮忙 从海军陆战队请来了一名顶级狙击手 很快缉毒局就得到情报 毒贩会出现在一个农场 缉毒特遣队立马展开行动 国安局和反恐部队实施抓捕 而狙击手杰克则在外围掩护 很快小队就抵达目标地点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小队迅速展开了行动 然而警员刚冲进农舍 就触发了一枚炸弹 小队瞬间就死伤惨重 而藏在丛林中的杀手恶魔 此次要击杀的目标是女队长艾莎 恶魔一枪击中了一名警员的小腿 想要围点打员引出艾莎 在外围掩护的杰克听见枪声 立马意识到了对方的意图 但由于无法确认对方的位置 只能命令所有人不要轻举妄动 然而艾莎看着倒地哀嚎的队员 却不顾危险冲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 恶魔再次扣动扳机 子弹以800米每秒的速度 将这名受伤的警员当场送走 而杰克通过射击的角度 找出了恶魔藏身的位置 计算出大概的距离之后 他果断扣动了扳机 但这枪不但没有击中目标 反而打草惊蛇吓跑了恶魔 这是两名顶级狙击手的第一次对决 击毒特遣对损失惨重 而恶魔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回到警局之后 指挥官认为内部出现了判断 而且这次对方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击杀调查毒贩的队长艾莎 于是指挥官命令艾莎躲进安全屋 并且让杰克暗中保护他 果不其然 恶魔通过内奸提供的情报 很快就找到了安全屋的所在 但杰克也第一时间发现了他 两人的第二次对决正式拉开序幕 这次两人相距1800米 虽然彼此都已经锁定对方 但由于距离太远 都不敢贸然开枪 经过两分半钟的等待 杰克还是率先扣动了扳机 但恶魔一个翻滚躲过去 杰克见没击中想要逃跑 但恶魔的反应也相当迅速 立马朝杰克开了一枪 子弹在空中划过一道奇怪的弧线 精准找到了杰克的位置 好在杰克及时找到掩体 这才幸免于难 但为了骗毒恶魔 他假装重弹倒地不起 恶魔舰暗杀失败也迅速离开 第二天杰克从墙壁里取出子弹 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是军方最新研发的激光制导子弹 这种子弹运用了发射自寻技术 狙击手只需要找准方向 子弹就会智能锁定目标 之后只需要扣动扳机 子弹就会自动改变轨道 直到命中目标 而能为杀手提供这种子弹 说明内奸的级别已经非常之高 指挥官认为只有抓到毒贩 才能找出内奸和杀手恶魔 于是他命令杰克和爱杀单独行动 对毒贩成员展开猎杀 短短不到三天 杰克就凭借专业的狙击技术 狙杀了十几名小毒贩 想要逼迫毒贩老大现身 毒贩老大得知手下接连被杀 于是立即找到恶魔 要花三百万美金买下杰克的幸运 然而让毒贩没想到的是 他手底下的一个小弟 向杰克提供了他的藏身之处 缉毒特遣队立马秘密实行抓捕 用爆破弹炸开大门之后 轻松就抓获了毒贩老大 通过一番言行好打 毒贩老大交代出了内奸 居然是国安局派来协助的特工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杰克故意告诉国安局特工 护送毒箱回美国的车队 只是一个诱饵 真正的毒箱藏在后面的面包车里 而恶魔害怕身份暴露 肯定会在车队必经之路击杀毒枭 为了防止计划出现意外 军队还给杰克送来了一箱子弹 正是恶魔使用的激光制导子弹 随后车队在警车的护送下出发 而恶魔早就在最佳位置驾起大局 由于提前得到内奸的情报 他并没有对护送的车队出手 而是等到白色面包车经过时 果断扣动了扳机 白色面包车被炸成了碎片 但实际上面包车上根本没人 毒贩老大藏在了前面的车队里 杰克通过子弹射击的方向 确认了恶魔狙击手的位置 接着只需要扣动扳机 干掉了杀手恶魔 杰克用智慧赢得了第三次对决 还成功揪出了内奸 因为面包车里有毒贩老大的消息 杰克只告诉了他一个人 最终国安局特工被绳之以法 电影到此也就结束